槟城出现多个新冠肺炎感染群 州政府超前部署 将爱新大厦转做低风险新冠肺炎中心 并委托慈激之工协助设置 实际志工准备了100套的抚惠床 床垫和枕头 现在就在大厦的一楼进行设置 其实他开始的时候有说要求100张 但是因为礼堂不够大 所以放不下 因为还要考虑到那个社交距离的问题 台下有80张 台上有9张 同理生活上的需要 志工也安装了6把风扇 两部饮水机 刚好罗尔库有问我到 哪里可以找到water dispenser 因为我自己有在销售这种东西 所以我就一步用厕所 既然是做好事给前项人员的 我就说就当个我来扶持 这两台的water dispenser 若是启用 入住者将是接触确诊者 有症状但检测为阴性的民众 筹备工作谨慎以待 竟然有应援可以出一份力量 可是我们也没有知道说是这样多 的福会存 要杠还蛮吃力的 慈禁马来西亚分会在疫情期间 对于前线所需 使命必达的同时 也默默期许 低风险新冠肺炎中心备而不用 大爱新闻余少连 刘志渊马来西亚报道